偷梁换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WZS给可萨人骗子,贴上亚伯拉罕后裔,的标签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WZS让可萨人骗子,去冒充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 以便对那些他们给贴上美国非犹太人的人形成财报的种族分歧和犯罪预谋,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所有那些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包括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做了这样的事,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在可萨人犹太教徒身上,努力制造一种邪恶的种族分歧,以促发战争,剥削资产,实施暴政, 福获并最终大规模根除真正古老的亚伯拉罕血统,这些血统实际上已经遍及世界,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和扩散, 这些原始的古希伯来血统和部落又名亚伯拉罕血统,在整个地球上扩散和繁衍,并且和任何受欢迎的度假海胎上的沙帝一样多,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一场秘密战争是针对美国非犹太人的,这是一个奇怪的邪恶的宇宙外星力量, 并且这个宇宙外星力量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而且只有顶级的内部人士才知道他们是天龙人,古老的巨蛇或堕落天使,一些人报告说, 这些天龙人是变形的快维度,堕落天使,或宇宙寄生虫,他们是负能量的吸血鬼,极其邪恶, 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超越了正常人类可以理解的奸诈,他们是让公众颠倒是非黑白的专家, 最糟糕的是,他们显然已经控制了地球上的大部分财富,结识了大部分的货币生产和分配系统, 这都是在天龙人的古巴比伦货币控制系统或应用撒旦黑魔法力量来进行的, 他们的专长是制作和发行好莱坞和影视圈的大众心灵控制文化, 这种文化使人类沉浸于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这些行为也摧毁了他们的家庭、性别角色、宗教和国家, 他们被认为是一种以人类的巨大而长期的痛苦, 所产生的负能量喂食的寄生虫, 这些天龙人被认为能够引发人类的巨大痛苦, 并在许多不同人种中造成快速死亡和慢性死亡, 他们通过使用超高科技的大众意识控制, 使用超能力、黑魔法、咒语控制, 通过喷洒化学凝结尾, 释放有毒化学品, 推广受污染或有毒的疫苗, 在水中加入孵化物, 在食品中使用阿斯巴田和其他 旨在缓慢杀死人类的生化手段, 来诱发制造大众的长期性疾病, 天龙人的短期目标一直是创造尽可能多的人类苦难, 和造成尽可能多的群众死亡, 这些方法也可用来创造巨大的痛苦和加速死亡, 以提供这些宇宙吸血鬼, 所需要的负能量, 他们从痛苦和垂死的人类和动物身上获得的负能量越多, 他们就能获得更多的能量和势力来推进他们的反人类一程, 即苦难, 死亡以和对所有他们认为是非犹太人的彻底毁灭, 最终目的就是成为所有人的主宰者, 天龙人主要的长期一程之一, 就是要让地球上的人类减少, 并用极少数的龙人人类混种以及定制设计, 工程化克隆的生物机器人和跨生物机器人来取代人类, 这些夜间生物通过最高强度的死亡痛苦来获得最佳的负能量精神食粮, 并以战争, 大屠杀或谋杀为最佳手段, 促使人类在暴力的极度痛苦中死去, 是的,至少在过去的四千年里, 似乎有一个邪恶的外星人一程, 被一种宇宙寄生虫释放到了地球上, 这种宇宙寄生虫被顶级内部人士称之为天龙人, 而这种外星生物以人类的苦难和死亡的痛苦为食物, 如果你怀疑这些外星宇宙寄生虫行驶的高级控制权, 那么只需要抬头看一看天空, 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大型喷气式飞机经常在美国上空, 以纵横交错的方式喷洒的化学痕迹, 谁有能力确保像拱河角沙西, 这样的极端神经毒素, 以高的离谱的数量, 对婴儿进行免疫接种, 或者在饮水和食品中加入降低智商的有毒腐坏物, 而它们不过是和工业, 食材和铝业丢弃的有毒废物, 谁有能力诱导秘密影子政府, Secret Shadow Government 缩写 SSJ, 部署这样一种影响整个地球的重要的软杀伤和瘫痪行动, 当你弄清楚这些化学痕迹是由什么组成的, 它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 以及犯罪集团在水的权利何止是下这么做, 那么你至少知道了一半, 化学明结尾被认为是多用途的, 它们显然是一种先进的, 用来探测不明飞行物的深黑色纳密颗粒的一部分, 也被设计用于在人类身上产生人造痴呆类型的症状, 比如高效的短期记忆消失, 认知偏差, 时间扭曲, 以及从未发生过的奇怪的混乱时刻, 即使是在年轻人身上也是如此, 如今, 看到年轻人在商店的停车场里四处寻找汽车,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因为他们只是忘记了几分钟前把车停在了哪里, 这些症状是由于纳米颗粒里的被铝合其他毒性物质, 包括奇怪的人体细胞产物的神经毒性效应所致, 这些物质被吸入, 通过肺部进入血液, 然后由于体积小而越过血脑屏障, 据称, 一旦进入大脑, 这些金属物质与铁粒子相结合, 可以通过高科技的精神电子设备进行远程操控, 以制造某些特定的状态, 从而使人仰然失语, 倒下或安静下来, 要理解天龙人对美国社会行使的权力范围的关键之一, 就是在过去的50年中实现对主要大众媒体的控制权的扼杀, 这种控制是真实的存在, 并持续存在, 尽管在全球互联网上有所有的昙花广播节目, 和揭露真相的书籍, 另类媒体, 以及口口相传的事实, 当然, 真相几乎从来都不会在被控制的主流媒体中进行发表, 前苏联的邪恶帝国, 以及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之外犯罪的中央银行系统, 都是天龙人这个邪恶, 反人类议诚的一部分, 这些邪恶的堕落天使寄生虫被指控, 劫持了12个统治阶级的血统, 前苏联的解体, 归功于里根总统的特务利汪铁大使英勇, 杰出极其熟练的表演, 他被指派制定一项双赢合作协定, 并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而结束冷战, 但现在, 由于强大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努力, 和非法的永久战争, 以及大规模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包括一场匿名的空战, 以及遥控无人机和武装直升机对数千名无辜者, 进行大屠杀和连环谋杀, 美国已成为新的邪恶帝国, 你为什么认为美国已经变得如此邪恶, 就像前苏联一样? 答案是, 因为天龙人被赶出了俄罗斯, 并通过他们的最高决策者接管了美国, 这些人要么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 要么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犯罪集团, ISX的高级成员, 下面是等式, 顶级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 WZS等于撒旦犹太教堂, 等于顶级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犯罪集团, IZCS成员等于天龙人心灵控制的克龙人和奴隶, 他们已经失去了灵魂, 并与撒旦签订了血泻, 以从自己的灵魂向导那里获得财富, 名誉, 权力, 保护和指引, 美国政府已经被这些人用天龙人的心灵控制, 超能力法术, 神秘符号, 黑魔法, 文化渗透和占领了, 天龙人现在正打造知名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这是人类的瘟疫, 也被顶级内部人士称为撒旦犹太教堂,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一直是他们一手策划的主要工具, 通过他们选定的傀儡世界领导人和最高角, 决策者, 引发与犹太民族的种族分歧, 进一步推进毁灭人类, 并打算用天龙人人类的汇种人和跨人类类型的风潮, 可隆基计人取而代之,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被指控秘密痴迷于大规模谋杀所有非犹太人, 天龙人通过他们的中央银行以债务为基础的恶性高利贷体系, 巴比伦货币奴役系统, 劫持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 并利用该网络来进一步推进他们反人类的外星议程, 天龙人的邪恶反人类议程, 特别针对那些他们秘密认定为非犹太人的人, 他们认为这些人携带着来自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古希伯来人的血统, 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古老敌人, 这涉及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大多数阿拉伯人, 以及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 虽然这看起来很奇怪, 但似乎有足够的背景来支持这种说法,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散居的各个古希伯来部落迁移到了欧洲和美洲, 在那里他们很大程度上混杂在一起, 这之前曾被认为是失踪的部落, 但基本上被忽视或被认为是胡言乱语, 忽略这些都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 确实有些古希伯来血统留在巴勒斯坦, 或迁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或西班牙, 古希伯来部落在他们的圣殿被摧毁后散去在海外,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不同的亚伯拉罕或古希伯来部落, 散布和迁移到整个欧洲和西方世界, 所以真正的犹太人是巴勒斯坦人最近, 经过同行评审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遗传研究表明, 大约80%的巴勒斯坦人拥有古希伯来人的单背体染色体背性, 是指细胞类同源染色体的树木, 其中只有一组的称为单套或单背体, 因此是真实的希伯来人, 而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中约90%的人, 基本上没有古希伯来人的单背体, 为了进一步复杂化这种双重欺骗行为, 可撒人加了进来, 这些来自俄罗斯东部的可撒犹太教徒受到天龙人的诱导, 相信自己是古希伯来人的血统, 并且已经移居到世界各地和巴勒斯坦, 同时模仿真正亚伯拉罕的古希伯来人部落的迁移, 许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这些可撒教徒是假的犹太教徒, 或者是启示录2比9和3比9的犹太模仿者, 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就是天龙人选择, 并指定假的可撒犹太教徒, 去模仿古希伯来亚伯拉罕血统, 并复制古希伯来亚伯拉罕血统真正部落的迁移和分布, 这是最大的种族欺骗的一部分, 这已经被天龙人强加给他们所控制的可撒人, 造假和欺骗是他们的专长, 天龙人控制了某些关键人物, 和被许多内部人士认为是撒旦犹太教堂残余的顶级可撒人, 这些人被认为是光明慧或欧洲古老黑色贵族的最高政策制定者, 他们通过相互关联的神秘的黑魔法圈子与撒旦结盟, 一旦这些古老的黑色贵族的最高决策者, 被指定为天龙人纯粹的撒旦力量, 他们就能利用他们的超能力法术和黑魔法, 劫持英国银行系统,并以此作为跳板, 再通过巴比伦黑魔法虚假货币系统来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蜥蜴人这些习惯于决定人类政策的劫持者的一个关键, 点是他们的承诺和做法, 即利用国王和王后以及世界各王室血统家族, 来作为控制点, 天龙人的领导人知道, 他们必须把世界体系变成由世界最高决策者领导的等级制度, 这些领导者必须是与天龙人继承身份有关的光明会和皇室血统, 天龙人以等级分研, 官僚化和死板而著称, 他们按照老旧的公式形式, 习惯于劫持, 镇压, 操纵和毁灭民族, 文化和国家, 这是他们这种宇宙寄生虫, 古老的终极邪恶的死亡游戏, 而且永远不会停下来, 他们还擅长制造种族之间的误会, 用来切割, 分裂和提供各种邪恶动机来操纵和助长极权主义, 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新布尔什维克主义, 以及许多不同种类的法西斯主义, 他们还利用海外运行的寡头政治人物去伪装成失控的资本主义官僚机构, 天龙人制造了一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族分裂, 这种现象现在发生在美国, 很显然, 这涉及到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土安全部, DHS的创建和部署, 美国国土安全部是由具有双重公民身份的以色列与美国人建立的, 具有邪恶的天龙人议程, 目的是实施暴政, 并最终将大多数无辜的美国非犹太人, 拖到联邦应急管理署, FEMA集中营和美国的军事监狱, 在那里他们最终将被大规模谋杀, 这是国土安全部的秘密议程, 该组织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秘密进行管理, 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团伙,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犯罪集团, IZCS, 而以色列是伦敦金融城的犹太复国主义中央银行的主要代理人, 制造种族分裂的妄想和一种恶魔崇拜, 推动着秘密影子政府SSD的一项顶级秘密政策, 这是对美国警察军事化的痴迷, 他们在美国各地建造了许多联邦应急管理署, FEMA集中营和军事居留营, 并建立了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前哨基地的美国国安局DHS, 这是外国人在美国境内管理美国军队吗? 秘密影子政府里面12个最高决策者最严重的恶魔崇拜, 是把他们认为的非犹太人装进卡车, 然后拉去联邦应急管理集中营, 做他们认为非犹太人, 在德国对他们的人民所做的事情, 当然, 许多人现在已经知道, 是这些伦敦金融城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中央银行, 首先建立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接着是纳粹政权希特勒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治代理人, 然后建立了纳粹集中营, 并制造了大屠杀古代英语翻译为伙计, 现在人们知道, 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有大量的非犹太主义者死在那里, 这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两个部分, 该计划旨在制造一场种族大屠杀, 用来操纵犹太幸存者的金钱和权力, 同时也是一种工具, 使他们变得激进, 充当这个计划的行动代理人, 以到处对抗那些非犹太人 显然,天龙人的邪恶宇宙议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利用可撒人来作为控制整个地球的切口, 因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已经计划好建立集中营, 并通过灌输大量的谎言和欺骗来彻底该除非犹太人, 这些非犹太人, 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 秘密影子政府被天龙人控制着, 并正在为其邪恶的反人类议程服务吗? 这十二个最高决策者似乎被天龙人所诱导的恶魔般的种族分裂妄想所控制, 即,如果他们不谋杀所有的非犹太人, 他们最终将被非犹太人谋杀, 这就像反犹太主义的延伸, 现在又一次出现在世界范围内, 实际上, 这种所谓的反犹太主义, 也是反可萨主义, 也是天龙人及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人为制造引起的, 正是这一顶级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决定了秘密影子政府SSG的所有其他政策, 这是一个隐形但真实存在的政府, 这个秘密影子政府, 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议程, 来为美国的政府部门美国国会,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制定可见的从属政策, 使得美国到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IPEC和超过7万个KJ说客, KJ位于华盛顿市中心, 集中了许多游说机构, 被视为美国游说行业的代名词, 也被奉为白宫、国会、 最高法院以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让许多国会议员和美国官员获得足够的支持, 并再次当选和连任, 这12个最高决策者, 显然已经采用了这个血腥的种族欲望, 将在窃取资产后, 杀死每一个非犹太人, 这是一项秘密政策, 也是他们的重要职能, 他们已经决定了用美国政策, 来实现这个最邪恶的天龙人议程, 即杀死所有真正的亚伯拉罕后裔, 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国家的人民, 也是所有的阿拉伯人, 也许这个秘密政策, 现在正在成为他们自觉坟墓的预言, 随着公众开始弄清楚这一切, 真像在全球互联网上闪电般的传播开来, 他们将再次迫害自己, 并把最糟糕的恐惧变为现实, 邪恶的反人类宇宙寄生虫, 天龙人来自哪里,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有猜测说, 他们是因反叛全能的上帝, 而被逐出天国的堕落天使,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天龙人是由男性和女性组成的, 根据他们在地球上存在的事实, 而有了古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 众所周知, 在过去的二百年里, 世界各地有许多非常大的, 明显非人类的, 有六个手指和脚趾的骨骼被发现, 但这些消息很快又被封锁了, 天龙人, 邪恶的宇宙寄生虫很明显, 天龙人的反人类一成, 是建立在他们冷酷无情的邪恶本性上的, 因为他们从万能的上帝那里切断彼此之间的真爱, 人们认为天龙人是一群极度嗜血的人, 是人类暴力和流血事件的源头, 一些人认为, 他们甚至能够感染许多人类的基因, 或者通过他们的超感知能力和高科技, 来部署大规模的心灵控制, 以诱发暴力冲突, 亦或通过卫星发射器或手机信号塔, 发送特定的脉冲数字波, 来对人类进行操控, 他们可以通过制造人类痛苦来获取负能量, 通过毒品, 色情来以诱人类犯罪, 实际上有些人类会自愿植入天龙人的灵魂, 通过诱导恶魔附体来获得一些好处, 当然, 有些邪恶的王室血统个体, 会被提供特殊血液契约的天龙人的灵魂向导, 所接近这些人往往受到毒品的严重影响, 如果这些人签订了契约, 他们面前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天龙人灵魂向导, 一旦这样做了, 他们就会维持在最初出现的那种状态, 这些所谓的个人灵魂向导, 据说会提前警告即将出现的问题, 并且显然可以作为情报顾问和超感知仆人, 只要这些签订契约的受害者继续尽量隐扛起这些邪恶行径, 并定期参与撒旦的人类祭祀和性魔法, 这种灵魂形态会周期性地出现, 但在他们的血液契约者进行人类祭祀仪式之后, 这种灵魂形态会更加频繁地出现, 所有边缘的内部人士声称, 这些血液契约者为养活其主人所造成的人类苦难和痛苦的死亡越多, 他们得到的权利, 财富和威望就越大, 一些人认为推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的正是天龙人, 他们与地球女性交配, 产生了天龙人人类汇总, 其中包括喝人血的秘密影子政府的12个最高决策者, 并发展出光明会或撒旦血统, 一些指导高度机密以外的秘密影子政府文献的人声称, 这些天龙人人类的汇总, 有着被严重污染的基因, 其中还有一种反人类的邪恶基因, 因为他们内在被撒旦恶魔占有, 一些历史学家还认为, 当天龙人人类的汇总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时, 他们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并分散到地球的大部分地区, 这些历史学家还认为, 他们的文化是极端邪恶的, 并且经常进行人类献祭仪式和任何, 你能想到的性变态和恶魔般的反常行为, 一位知道最深内幕的内部人士传言称, 这些天龙人, 就像他们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受邀者一样, 痴迷于又使那些他们认为的非犹太人, 尽可能多地公然参与变态行为吸毒, 这是他们极大的娱乐方式, 我当然希望这些传言是假的, 但是很明显, 天龙人喜欢嘲笑人类, 甚至嘲笑他们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新兵, 并又使他们崇拜撒旦的权势之眼, 这被认为是奸诈的神秘符号, 你能猜出权势之眼的神秘含义, 是什么吗? 为什么他们的犯罪团伙,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新兵会在只有男人参加的波西米亚森林的年度聚会上, 被诱导进行刚交, 据说动机是为了通过亚利斯特克劳利, Elyas Crumley提供的方法, 获得强大的性魔法, 亚利斯特克劳利是英国的神秘学者, 但更多人称呼他是野兽之王或是启示录之兽, 更有人称他是世上最邪恶的男人, 他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撒旦教领袖, 就像许多巫师一样, 他死得很可怕, 在一场被烧毁的, 生病的, 精神错乱的死亡中倒下, 崇拜撒旦的黑魔法师, 亚利斯特克劳利, 亚利斯特克劳利也有人相信, 因为地球上到处都是这些没有灵魂的巨人, 到处都是邪恶, 全能的上帝用洪水摧毁了他们, 并指示诺亚建造一个大方舟, 以逃避这样的命运, 许多人拒绝相信, 这个关于诺亚的故事, 认为这只是一个预言, 然而, 泄露的天空之眼顶级秘密卫星照片, 以及在土耳其阿拉雷克山上的探险者, 在地面上拍摄的许多照片, 都可以轻松解释为方舟的遗迹,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和秘密影子政府, 非常了解, 并非常害怕新兴的大众主义, 所带来的任何突然出现的道德改观,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1913年, 劫持了美国的货币系统和生产系统, 并在任何需要的时候, 使用他们所能创造和获得的所有资金, 来收购和控制美国的每一个主要的大众媒体, 这一过程一直在继续, 现在所有的主要大众媒体都完全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并被合并为六家大型国际公司, 其中三家是国防承包商, 三家是非常大型的国际媒体公司, 但都完全由世界犹太富国主义最高决策者控制, 并由秘密影子政府任命, 联邦告密者StuWeb是第一个揭发秘密影子政府的人, 揭露了他们的邪恶计划, 扼杀了美国主要的金融和政府机构, 以及他们对美国到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IPAC的控制, 他是唯一一个站出来揭穿他们真名的人, 是的, 猫从袋子里出来了, 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妖怪出来了, 精灵不在, 瓶子里的东西掉下来了, 碎成了碎片, 再也不能放回一起了, 尽管对StuWeb的大量抹黑努力破坏了他的名誉和涉欢迎的网站, 但他依然坚持不屈不挠, 现在似乎已经拥有了对情报的主要保护, 最近, 他的可信度被其他调查记者的披露大大加强了, 但重要的是要强调, 他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一场 2013年12月21日, 计划好的人类牺牲, 某些VT的原则是最值得注意和赞扬的, 新出现的全球互联网是世界犹太富国主义, 天龙人, 人类混种, 秘密领子政府的致命弱点, 原因是通过互联网, 真相就像一把炽热的刀子穿过黄游, 就像用木桩刺穿吸血鬼的心脏一样, 被广泛传播给大众, 他们知道这一点, 非常害怕这一点, 但是他们真的无力阻止他, 他们设计了更多的尾棋攻击, 比如十一分之九, 但是太多的军方高层和情报机构已经知道, 哪些人是十一分之九中的快子手, 曝光十一分之九, 为其攻击将成为他们的滑铁炉, 和他们即将失去权力, 并彻底被清除的重要转折点, 是的, 事实上, 911事件就是世界犹太富国主义犯罪集团, ISECS, 世界犹太富国主义, WZS, 协助创建伊斯兰国的美国叛国者, NASA, 以及创建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的以色列裔美国人, 为了把美国带入中东和乌克兰的问题上, 并与俄罗斯人展开第三次世界核战, 他们在任务的第一部分取得了成功, 但由于互联网的存在, 以及来自非常不满的前任和现任高级副秘书长, 军方和情报机构官员的绝密信息的大量泄露, 他们最终失败了, 没错,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暴露了, 这一真相通过互联网另类新闻, Internet Alternative News传播了出来, 是的, 天龙人的最终目的显然是诱导一场全球性的第三次世界核战争, 因为他们的长期议程是逐步减少地球人类的数量, 并最终用他们自己的傀儡重新霸占地球, 而这些傀儡就像他们一样冷血和邪恶, 值得注意的是, 欺骗和结识政府, 国家, 国际机构和全体人民是天龙人的游戏, 也是他们给人类施法的重要手段, 这是通过建立个人的血缘契约来实现的, 包括某些特定的血缘家族, 以及那些为了财富, 凝欲和权力而出卖了灵魂的特定王室家族, 天龙人是一群非常狡猾的宇宙寄生虫, 他们的邪恶简直深入骨髓, 他们喜欢又使他们的阴谋集团领导人实施酷刑, 严重的性虐待, 杀害儿童, 甚至是吃人和喝血, 这是他们所需要的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这是这些最高决策者, 阴谋集团领导人获得权力, 将力和保护所必须的, 这些最高决策者, 阴谋集团领导人的主要目标, 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WVS, 也叫做撒旦犹太教堂, 他们已经被任命来管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犯罪集团, SACS, 并做那些肮脏的工作, 和旅行黑暗的契约, 他们因服从天龙人的人类进化一程, 而得到巨大的奖励, 他们通过优生学来进行种族清洗, 通过制造战争来谋杀人类, 通过基因工程来让人类自己慢慢死去, 他们制造人类死亡和痛苦的大量负面能量, 来喂养他们的主子, 这是他们的秘密剧本, 或外星人一程, 他们跟随并取悦他们的天龙人大师, 非暗领主, 实施邪恶, 残害人类, 他们用邪恶与死亡的秘密剧本, 换取无法估量的财富, 地位, 权力和威望, 以及换取他们的私人恶魔灵魂向导, 提供的对抗敌人的情报和超能力仆人服务, 抵抗运动相关信息, 这里有一个大家需要知道的重点, 可萨人可维莎, 其实是在亚特兰蒂斯墨西, 透过高加索门户进入地球的天龙人, 之后他们就一直利用人类的身体在地球上轮回转世, 爬虫人奴隶战士主要也是透过高加索门户, 在亚特兰蒂斯时期和新石器时代库尔干入侵, 用人类身体进入地球, 接着是四世纪的可萨入侵, 卯素星人和其他盟友种族一直都在帮助人类争取自由, 并且抵抗其美拉天龙人爬虫人的压迫, 斯拉夫人, 特别是俄罗斯人经常乐于接受, 卯素星人的指导和协助, 公元965年左右, 基辅罗斯国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席的军事领导下, 彻底消灭可萨汉国, 这就是可萨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世仇的开始, 从那时起, 可萨人失去了他们最初的故乡, 并且失去了对高加索门户的控制。